乘几何时香港还是大陆人争相想去旅游购物的地方 有两个线下的化妆品店 大家必去 一个就是卓越 另外一个就是莎莎 他们的门店在香港到处都是 品类齐全 也相对便宜 大家都会去买一点化妆品 带回大陆 可以说是生意兴隆 不过现在他们都没落了 卓越这边 他的创始人叫做叶俊祥的全家 在本周刚在香港的法院 申请了个人破产 他的卓越的公司 大家看疫情前 还能有个快15亿港币的收入 现在只有五六个亿的样子 而且一直在亏损 大家看股票这边 早就已经成为了先股了 然后今年6月 还因为发不出财报还停牌了 目前看来 这个公司破产或者重组 也是迟早的事情 要知道卓越这个公司 他可是在非典的时候上市的 非典躲过了 看来这次新冠就很难躲过了 莎莎要大一点 也好一点 但是也好不到哪去 大家看他的收入 也基本上都是腰窄了 然后也一直是亏损严重 股价也是这么卸了下来 接近先股了 大家说这是不是让人感到很唏嘘 就其原因一方面是在政治和疫情的影响下 香港没落了 大家看香港的GDP在下降 然后GDP只能排到全国省市的第22位了 他的失业率又在上升 然后他的房价又在一直下降 大家看 我的粉丝群里面有朋友问我 香港的人口走势如何 我也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最近这段时间 香港的人口也在大幅的下降 大家看这个图 我的不少的香港的朋友也都离开了香港了 所以说这样的宏观环境下 大部分香港企业的日子是不好过的 其次卓越沙沙这些起来的时候 也是得益于当时的淘宝电商直播这些还没有发展起来 现在时代变了 传统的购物模式不太受欢迎了 这些公司自身也没有把握好时代的卖博 及时的转型 最后我以前很多视频都说过 现在的经济环境对消费的影响是很大的 哪怕就算是现在新消费的概念 现在也不好 比方说泡泡马特这些公司 大家去看他的财报业绩就不是很好 一些盲盒现在都在三折抛售了 我粉丝今天还发我一个图 说现在盲盒都看见跌到9块了 总而言之 做投资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不管卓越沙沙还是泡泡马特 这样的消费股 基本上都是所谓的盛势股 经济好的时候就会起来 经济一不好立刻下滑 具有很强的周期性 如果真要投消费 我建议是选择像拼多多这样的 有消费降级概念的公司 可能更适合当前的环境 对关系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